嗨 大家好 我是丁曉雨 這次要帶大家來的是樹林山腳埔山 那為什麼要來這裡呢 因為這裡有很漂亮的芒草花 每一年這裡都很多人 這次的影片就帶大家來看看吧 現在這個路口要上街 往山腳埔頂山 好 現在我上來有分岔路 就是三岔路口 我現在要往上 然後這裡呢 就有一個分岔路口了 然後左切 剛剛都是那個水泥地 這裡的話就開始是一些 比較容易可能下雨會濕滑的黃土路段 嗨 太陽光 哇 走上來大約不到五分鐘 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芒草花 哇 它是整片欸 很大片喔 好多人喔 今天是平日 啊 花翔雞 啊 花翔雞 啊 好酷喔 我剛剛以為是紙杯雞 好流暢喔 下去有在操縱它 這裡很酷 有一個山腳埔頂山 這樣子撩山的三等三角點 然後海拔是285 超酷的 它現在整片喔 它就是整個山丘啊 全部都是芒草花 所以我這個視角看下去 它就是銀白色的整片山谷 非常特別 好壯觀喔 超美的 這裡還可以秒看一下 就是下面的一些建筑 所以大家不要戴帽子來 就是非常的大 可是如果大家想要快 有一點飄力的感覺 我覺得如果你穿一些 洋裝或是長髮的一些衣服 就蠻適合的服裝 以後 就在這裡要住進 萌草裡面 感受一下 被割的感覺 哈哈 沒有啦 大家要穿長袖 因為其實 萌草是蠻利的 之前爬山的時候 就有這種感覺 你看 太美了吧 你看 現在要嘴巴製作了 就是變很像金黃色的芒草花的感覺 很夢幻喔 不到5點喔 大家會 都還沒5點 就可以不太出這種感覺 沒有 這是 露營 在這裡 雖然說也不是很高難度的山 你可以就是 以景點會友 不是以山會友 也算是以山會友 以景會友 超美的夕陽 現在雨已經變很橘紅色了 哇 大自然的演奏會耶 好唯美喔 現在時間啊 才剛過5點而已 然後就會有這樣子的效果 真的太漂亮了 現在準備要下山了 也不要太晚下山啊 如果大家就是跟我一樣想要看 夕陽的話 一定要帶頭燈喔 因為手電筒是不夠的 因為這就是爬山嘛 因為這裡也是一個三角浦山 所以呢 以上的這個分享就是 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想要拍攝到這種 銀白色的芒草花 建議大家可以就是在 大約 下午的時間來 我覺得那時候蠻舒服的 或是早上 早一點來 然後 拍完之後 大約中午的時候下山 以上就是這些 跟大家分享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大哥騎車也太狂了吧 呵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呵 嗯 好